那刑警的本色就發揮了 想打開來看一下 有啦 我的壓力好大 有聽到吧 大家好 我是老蕭 各位 我們上次有做一個特別企劃有沒有 我們去找了這個 頭份派出所 然後加拆年份有沒有 對 後來沒拆到嘛 對不對 我們本來想說 他這個拆到了以後 有沒有 我們把車子送給他 登警備車 修清楚了 二分局 東市派出所 被他們看到說 我們也要拆好 我們今天就開台去給他拆 這台是Alfa Romeo Giulia 2020年的 在義大利他們的主車就是 就是這款 如果真的他拆到了數字怎麼辦 送給他好不好 可以啊 送 不要傻 我的壓力好大 各位 你看 現在警察都那麼帥啦 哎唷 好可惡 巡警欸 你知道巡警是幹嘛的嗎 有沒有看過無間道 來 我問你 你有沒有去臥底過 等等這個姿勢 蛤 蛤 這個不能透露 不能透露 其實這對臥底的人在哪裡 你看到沒 有個戴口罩 他不能露臉 那可以講名字嗎 那你被人家認出來 我不知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瑞宇 那你呢 我是博任 要我的IG嗎 哦 IG 單身啦 現在是單身嗎 在鏡頭前 絕對是 因為他剛剛眼神飄移 眼神飄移 你看我越來越會辦案 你們隊長每天三不五時就打電話來 欸 什麼時候幫我們拍 欸 什麼時候幫我們拍 今天我們就來拍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來拍 我們單位呢 很好玩 我們先 第一個我們要先宣導啦 你今天有沒有什麼主題 來個假投資 假投資 假網拍 就說看假投資是怎樣 為什麼人家會被騙 高總其實像 像你是有錢人嘛 看你的影片一般也是有錢人 我沒有 有錢人會想要投資 沒有沒有 他們會有一個想法 投資可以賺錢 所以他們才可以變有錢 想要投資的方法 投資的方法有很多種啦 但是有些人會走上一些 被利用的道路 例如 比如說 網路上就有人跟他說 這股票一定會漲 會加入一些特殊的群組 或這個NFT一定會漲 虛擬貨幣的 虛擬貨幣的 你這樣子講人家聽不懂啦 來 我告訴大家啦 我講實例好了啦 現在有兩種人特別容易被騙 一個是鋼腿修 另外一種是 他可能是科學園區 他認為他自己很聰明 這很容易被騙 這是真的喔 很容易被騙喔 既然包含你YouTube一打開 他是不是有很多的廣告 上面就說 叫你要投資啊 有沒有 假的廣告 下廣告有沒有 其實我每次在看說 這些人真無良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要走正常廣道啦 如果有那麼好的事情 那個天上掉下來 你就中了 你就可以賺大錢 有那麼好的事我先去了 對啊 那你這個假網牌是什麼意思呢 那假網牌的意思呢 有一些例如一夜市的網站 那他會以非常低價的方式來促銷 比如說iPhone最新的手機 卻只要兩萬塊錢 會錢之後呢 卻遲遲收不到商品 這種就是假網牌的方式 這種詐騙也是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社群軟體啊 Facebook上也是非常的多 我們就有遇到過什麼了 拿回來以後 結果裡面一拆一開來 那個貨不一樣 之前有一件案件 是有人買了三本書 結果送來 欸 重量差不多 但打開來看 竟然是一個磅秤 你有什麼要提醒 這個我們民眾的 大家看到類似的廣告 都會有警覺 但是有時候 可能一時就會鬼迷心窍 覺得這個應該不是詐騙 所以各位 你看到這種太好康的有沒有 你千萬不要相信 欸 我們上次在那個 頭份派出所的時候啦 我們讓他們所長來拆 拆年份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拆中那台車 就送給他們當警戶車 但是我們今天有沒有 因為你們隊長 就是那個隊長 一直來吵 他也要拆 好 那我們今天來 換個題目好了啦 來來看一下 先帶你們看一下 再來是Alfa Romeo Giulia 當然就由你來拆好了啦 你看一下你們隊長 我拆太便宜 有限定 如果拆中價格 車子就當場我們辦過戶 送給你們 送給警察局啦 你敢收喔 我送給你 你敢收喔 馬車被抓去關 這台車是2020年的 然後里程是3萬多 等於是4年的車子 它新車加上選配 大概是320萬 那你可以看一圈這個車子 你可以看看內裝 OK 然後你看完一圈以後 再來這邊集合 然後來告訴我價格 老闆我記得上一支影片是研究 他出場的年份 哪有那麼容易讓他猜到 開玩笑 那個刑警的本色就發揮了 想打開來看一下 打開來看一下 沒有價格 呵呵呵 怎麼有一方這樣子 對啊 他來看有沒有毒品 哪有這種人啊 來 你先來告訴大家 你認為這台車 應該是 200萬 200萬 恭喜 欸謝謝 還差5萬 205萬 YA 回答對 他現在一開機他不講話了 他剛剛一直說他要建議那個什麼 警政署長啊 叫他換警車 欸你現在就可以講 對著進樓講 如果這個計算過的話 換得好一點 哈哈 或者那些槍擊要犯 就不敢跑這麼快 哎唷喂啊 真的敢講欸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來這條路啊 其實我試車很喜歡試這條路 因為它是一個上坡路段 而且非常彎遠 我們可以來測試它的 車子的穩定性 啊出發它 啊打吼啊 那今天我們有榮幸 我們請隊長一起來 那我們就來測試 我們現在轉換到Sport的 模式啦 好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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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止 有聽到吧 對 你覺得性能如何 這個 甩尾的感覺 後期就是那麼好玩 它真的有感受到 有感受到吧 有感受到甜蜜的感覺 有啦 我還沒有吹到全油門 可是你看 為什麼我們警車要好一點 這真的安全性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警車是開這個 比較便宜一點的國產車 然後他們有一次去抓酒駕 結果對方是開冰溪 他為了要攔那個酒駕 他就跟那個車子碰撞了 結果警察樂如全斷 那對方冰室呢 人完全沒事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換好一點的車啦 而且它的這個迴轉 好像滿靈靈的 你可以感受到它 它的那個動力喔 你要它動力 它隨時就來對不對 就是好像你一腳下去 就是馬上就傳達上去 因為我喜歡開後驅 其實因為它那個會這樣爽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試在展現它的轉向 其實我們開很慢 覺得這個 坐起來的感覺如何 坐起來很刺激 但是就像對方說 真的很穩 跟它抓地力還不錯 好 那我們今天任務成功 今天呢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小細節 我們沒有展示出來啦 比如說什麼 你如果安全帶沒綁的話 它是不會讓你啟動的 欸 這個就很特別喔 那剛才呢 這個隊長什麼 刑警隊長 他叫我 我幫他呼籲一下 他說這個警政署啊 如果有可能的話呢 看是不是能夠 換好一點的車子 因為現在車子追不到壞人 警政署長 換好一點的車子啦 我為了遠景的安全 OK 這台車子呢 如果是新車加上選配啦 2020年的喔 新車加選配 大概要320萬左右 現在只要205萬 就可以擁有 喜歡嗎 趕快來找老蕭 Mend把車子追不到 好 來 吧 再說 好 一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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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躺 老肖鎮業日歸外匯車 出了就營業囉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愛 買正對面 09-09-911-941 台北內湖瑞光路115號 09-71-806-598 嘉義民雄明星路150號 09-80-986-544 歡迎大家 來走村